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各位同学您好 欢迎各位跟我一块进入到 国际企业管理第十一讲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比较新的大议题 也就是How的议题 跨国公司如何到海外去经营 他们是如何来制定他们的竞争策略的 所以同学可以配合课本第九章 有关于国际竞争策略的讨论了 好 可是因为国际竞争策略 它的范围比较广 所以今天将只有讨论其中的一部分 在下一个讲次我们将进行part 2的讨论 好 同样的在讨论国际竞争策略的一开始 为您准备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各位所熟悉的 松下电器公司的跨国经营 松下电器公司它是怎么缘起跟发展的呢 各位都知道在1918年非常早的时候 它的一位非常知名的创始人 就是松下信之助先生 各位您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他其实个儿不高 身体也不是很好 体弱多病 可是他非常的谦虚 他说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再加上我学历不高 所以我需要很多比我更有学问的人 大家一块来为这个企业打拼 就在1918年的时候 他创立了他自己的企业叫做松下电器制作所 主要是制作自行车的灯具 后来慢慢开始有生产电池 运斗 收音机等家电 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 以Panasonic的一个商标 在美国成立分公司 也开始卖他的一个产品了 好 那么松下电器公司 它是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下到海外去呢 它的经营模式又是如何呢 其实在80年末 90年的时候 日本的制造成本开始越来越高了 所以松下就不得不把他的一些的生产设备 以及工厂移到工资比较低廉的东南亚国家 或者是中南美洲去 那么可是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 一些比较价值高或者是主要的装配 还是留在母国日本来制造生产 所以它在海外生产 它就选择如果比较需要劳力密集的 比较简单的 附加价值不高的 它就选择一个低廉生产成本的地方 在那边集中大规模的生产 如此它可以掌握具有全球的生产的规模效益 它可以生产标准化的机种 然后再出口到海外市场去 那可是呢 重要的产品开发跟研发都集中在日本的总部 由母国母公司来中央管控 也就是由母国的中央研究实验室来进行主导 OK 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营运方式呢 对宋夏来讲是非常高度集权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控制了 那么所有的整个的跨国经营的主要的决策跟资源 当然就留在母国母公司了 好 那么它是如何来进行创新的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宋夏电器的 我们称为集中式的创新 宋夏能够在国际上的电器呢 居于领导品牌 主要是它创造了一个中央程序的一个创新程序 它呢利用在全球的据点 它将它的生产价值链分成很多段 每一段呢就集中在特定的地区 然后再把它给串起来 所以呢 它可以非常快速 而且有效率的能够在当地生产 而且非常的成本低廉的 可是我们说过 可是它所有的主要的这些的制程 整个的SOP全部都是由母国母公司来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中央创新程序好不好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说它有低成本快速 而且有效率的这个好处 可是它也面临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母公司所研发出来的新产品或者是新制程 其实并不是因着消费者市场的需要而去研发出来的 所以它研发出来之后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实际符合实际消费市场的需要呢 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个问号了 第二个问题它要面对的是 那么母公司借由中央创新程序所研发出来的一个know how 那么再到子公司要求子公司去执行 子公司其实呢 因为它没有参与整个的创新过程 它也没有参与 所以对它来讲 它会觉得好像这个不是我们研发出来的 那这个是母公司的命令 所以我们就做就好了 所以事实上它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那么样的认真 也没有实际的把当地市场 以及当地运作的一个实际结果回报给母公司 所以这是松下必须面临的两个主要的问题了 好 那么松下曾经说 那这样子好了 我子公司的主管呢 就由母公司外派 我或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子公司的配合度会高一点 可是问题又来了 通常从母公司外派的主管 他们总是心系母国母公司 他们觉得我们被外派到海外去 只是暂时的短期的 而且呢 比较不好的是 他们来到了子公司 他们就会要求子公司 就是照母公司的这个 SOP 照母公司的政策去执行就好了 所以事实上 它也没有反映很多子公司当地的情况 回去给母公司 好 所以松下电器就面临了一些的压力了 好 这个压力呢 第一个是来自于政治的压力 其实在70年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提到 松下通常都是在海外设据点 而这个据点都设在比较生产成本便宜 劳工工资便宜的地方 所以呢 它在海外有20多家的海外工厂 13家在东南亚 5家在中南美洲 3家在非洲 可是对于它主要的市场 美国跟欧洲 它几乎没有设厂 可是您想啊 我出口了很多东西到美国去 加电的 那美国的消费者也很捧场 可是问题就来了 您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经济环境的时候 提到一个案例吗 可是在美国当地也有一些的家电厂商 他们也有生产家电用品 如果美国的消费者都买了日本的产品 那美国的电器没人买 那美国的生产的电器的这些劳工 那不就面临失业的问题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电器厂商就跟美国政府反映 说要控诉这个日本电器 尤其是松下请销 所以他们要提出反请销的一个控诉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压力 使得松下不得不陆陆续续在美国买下 Motorola的一个厂也开始设厂了 在多伦多也设了一个厂了 OK 这是它第一个来自于 因为出口而研发出来的政治压力 第二个压力它要面对就是 刚刚跟您提到的市场的压力 因为我生产了这么多标准化的产品 然后卖到海外去 可是每个国家的消费者的需求 跟偏好不尽相同 所以造成很多日本的商品 虽然是好用 可是它不够客制化 所以这是市场的压力 造成松下所面临的两个主要的压力之一 好 所以松下就决心了 我开始要来做一些的组织变革 我要建立多元的国际竞争策略了 我们说了 之前松下是强调效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说 不行 我要加强 我对市场的回应能力 以及创新的能力 让我的创新又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在1977年 松下知名的总经理 叫做山下俊彦先生 他就强调了 我们必须在日本的出口 海外的规模经济的生产 以及再从海外工厂 在外销的这三者之间 进行更好的组合跟资源的配置 所以他就说了 我们要进行三个阶段的组织重整跟改革 他说第一个阶段 海外的分公司 他或许可以仰赖母国母公司 在设备原料上的一些的补给跟指导 可是马上要进到第二个阶段了 海外的分公司 其实自己要有一些的弹性 自己可以取得 他所需要的设备跟原料 那为什么要在第二阶段呢 其实最终目标是进到第三个阶段 好让海外的子公司 能够自给自足 而且他们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修改母国母公司所提供的标准化的一个技术 我们来想一想 好第一个议题让我们来想一想 松下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那么公司的组织架构如何来配合呢 对我们知道松下最主要的优势是在于它的快速效率低成本 OK 好 所以它的组织架构呢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央集权 所以呢 它就把中央集权式 那至于子公司呢 它就是一个命令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那么它除了把一些具有生产效益的 可以大规模生产的 就选择在非常廉价的地方生产 可是最主要高附加价值以及主要的装配 还有主要的设备 全部集中在母国母公司 这就是回应的第一题 第二题呢 我们来看到松下如何进行集中式的创新策略 虽然呢 创新是在整个的公司架构里面的一个功能 可是呢 创新呢 集中式创新就如同它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一样 把主要的know how研发制成产品的创新 也集中在母国母公司 所以在个案里面我们看到 它的实验室是设在什么 母国的总公司的总部 藉由这个 然后呢 再把研发出来的东西叫子公司呢 去实际来落实了 当然这样集中式的创新有它的缺点 对不对 我们刚刚稍微提到 所以呢 同时我们也进到了第三题 因为集中式的创新有缺点 所以呢 第三题我们看到 个案中 为何松下公司要进行组织重整呢 当然大环境使它面临的压力 一个压力是来自政治 一个来自市场 可是最重要的是它内部它也发现了 因为它没办法回应市场 客制化的需求 所以造成呢 它在于不仅没办法进行差异化 同时它在创新的部分 也受到了阻碍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创新 idea是来自于客户 来自于消费者 如果它没办法得到消费者的回应 当然对它的创新就是一大的障碍了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个案 以及想一想的议题 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主要跟您分享的课程重点跟内容 今天呢主要的重点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要说明跨国公司在国际化过程当中的一个策略规划的过程 藉由这个课程呢 我们在细部的来架构全球市场产业分析的层面了 好 首先呢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策略规划流程 好 这个跟过去同学在学管理学有些类似 不过有些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是放在一个国际的范畴了 所以国际化的经营策略它的规范的范畴是以全球为考量的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概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同学您可以看画面或参照课本上的一个流程图 好 首先呢从上面而下 我们发现第一个跨国公司要进行策略规划的时候 首先要进行国际化的经营理念 以及事业单位目标的确认 然后呢再进行一些的市场跟区域的分析 在画面的左部您可以看到 首先针对整个区域 欧洲或亚洲或美洲 或者是不同的一个区域的国家进行国家的分析 然后进行全球市场的产业分析 也就是针对特定的产业去进行了解 做完了产业分析 也就是SWAT分析之后 那么再进一步进行价值链的竞争分析 为什么要进行竞争的价值链分析呢 因为如此就可以拟定国际竞争策略了 国际竞争策略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主要的长期策略规划 可是接下来就要界定不同功能部门的目标 然后拟定一个行动的方案 最后去执行并且进行结果评估 评估之后再进行一些的回馈跟回应跟修正 好 了解这个大架构之后 让我们一一的为各位再仔细的说明 好 首先我们先看到 一开始的时候 公司为什么要到海外去 这个早在我们前几个章节 尤其在第一第二章 我们有提到国际化经营的动机 当然还有国际化经营的理念了 为什么到海外去呢 那么到海外去的这个子公司的事业单位 以它的一个经营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发现 跨国公司首先要了解它的经营理念 然后进而拟定它的一个经营目标 以及它产品跟市场的范围 我们之前提到麦当劳 麦当劳就是提供速食 对不对 Fast food 它就是要让很多的人 因为在赶忙开车过程当中 他又能够吃饱 又能够节省时间 可是麦当劳呢 他除了这个效率 快速提供餐的效率 速食文化之外 其实他也提供什么 欢聚欢笑的一个经营理念 他希望呢 虽然很快速地吃东西 可是呢 吃得还蛮开心的 所以您记得我们之前又提到 麦当劳叔叔的造型 对不对 可是麦当劳叔叔又要因着不同国家 而有不同啊 你还记得在巴厘岛的麦当劳叔叔是冲浪的 在泰国是沙瓦地喀的 在印度的麦当劳叔叔是浓眉大眼的 对啦 所以呢要确定它的经营理念 以及各个子公司 各个国家不同的事业单位一个经营目标 好 做完了这样子的一个确认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区域跟国家分析了 也就是在画面上右边您所看到的区域国家分析 我们之前提到跨国公司到哪儿去呢 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 法律都不同 所以呢必须对每个国家的产品 以及它的一个生产 以及需求的状况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好 做完了区域跟国家分析 跟它同等重要的 就是您在画面上靠左边所看到的 全球市场的产业分析了 什么是产业分析呢 全球市场其实有不同的产业 同样是餐饮的产业 素食又是其中之一 所以必须针对特定的产业进行分析了 在进行全球市场产业的分析的目的 主要有两项 第一个就是在评估 跨国公司本身跟各国的竞争对手之间 到底是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弱势 优势英文叫做strength S开头的 记住S开头了 弱势 Weakness W开头了 所以S跟W 并且要确认在这个环境当中 跨国公司所面临的 也就是在地主国 所面临的市场的机会跟威胁 机会就是opportunity 所以是O开头了 把O记住了 跟威胁 威胁是threat Threat T开头了 所以把刚刚的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跟threat 把这四个英文字母的 开头第一个大写字母 把它凑在一块 就变成SWOT 可是老师希望你念SWOT OK SWOT 不是SWOT 是SWOT分析 也就是要进行SWOT分析 在这里跟各位举了一个例子 那就是Practin Gamble 保侨公司 保侨公司的产品太多了 从洋语片到尿布 对不对 到日常的清洁用品 他也生产化妆品 你知道吗 他有个化妆品 强调彩妆的叫 密斯佛陀 他有另外一个化妆品 是强调清洁的 叫欧蕾 可是呢 密斯佛陀呢 因为美国人喜欢彩妆 所以就在美国上市了 欧蕾 欧洲人强调清洁 所以在欧洲上市了 后来呢 他又想要有一个化妆的品牌 叫SK2 强调的是美白 那应该在哪上市呢 所以他就进行了 全球的产业分析 而且呢 他当时就想 是不是应该让 SK2在美国诞生 把这个品牌 优先在美国上市 可是 也有想到 或许日本呢 所以他又更进一步的 在美国做了SWAT分析 又到日本做了SWAT分析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在不同的国家 又各做了一些的 产业分析了 最后呢 他发现了 在日本上市是最好的 最后由日本开始上市 到东南亚 到中国大陆 香港 到台湾 整个东南亚 就开始上市SK2了 这个就是 以SK2的例子 为各位来介绍 产业分析了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再跟您做说明 您还记得我们那个 国际化的规划流程图吗 好我们再看一下 做完了产业分析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要做竞争策略的里面的价值链分析了 价值链分析呢 就是要继续刚刚的产业分析里面的优势 发挥优势 强化弱势 抓住机会 避免威胁的竞争利基 尝试把这个产业分工的价值链里面 找出刚刚的SWAT的一个竞争优势 建立核心的优势跟能力 进而可以拟定国际化的竞争策略 所以接下来就要拟定竞争策略了 那么竞争策略呢 主要是在确认企业的竞争利基 可是呢 也要同时考量 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当中 所面临的生产成本的压力 以及要满足不同国家消费者需求的压力 权衡了这两个压力的考量 来拟定并且选定国际化的经营策略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长期规划的 接下来就要落实到 比较短期的功能部门的目标了 所以接下来要界定附属功能目标 那么事业单位里面 有哪些的功能目标呢 它包含了行销财务生产研究 人力资源等等几个功能部门 每一个功能部门呢 依照事业单位的国际化的经营策略 各自订定它所属的功能性的策略目标 彼此来协调配合才能完成组织的一个大目标 那接下来当然要拟定行动方案 也就是所谓的政策了 因为功能目标传达的是短期的目标 所以必须要在功能目标确定之后 能够拟定短期的具体的行动方案或政策 然后去最后要执行了 执行了其实也就是要制造一种 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去执行的一个环境 最后达到最终的一个目标了 那当然也要进行一些的结果评估 比如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估 把绩效的实际结果跟预定的目标做比较 然后进行检讨改进 好让原来的规划可以落实到实际的运作之中 来确保国际化的一个目标政策标准 都能够按进度来进行了 好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的过程 同学您可以在画面上再看一下这整个的流程 对了好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还要再进一步的针对产业分析 为各位做说明 如果同学您过去在其他的课程 曾经学过产业分析 那您就当做复习好不好 如果过去没有接触到的 没有关系周老师为您一一说明 好我们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产业分析 刚刚提到呢通常呢我们用产业分析的一个工具 就是SWAT分析了 也就是针对内部的资源跟外部资源进行分析 SWAT分析里面S跟W主要是针对内部的资源做分析了 能够界定出跨国公司在全球 跟其他各国之间的竞争优势以及弱势 好发挥优势强化弱势 好那么对于外部环境的时候呢就要来进行了解 看是不是我所面临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威胁或者是机会 藉由内外部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我希望探索出企业可以开发出的利益是什么 好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尤其进到内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说内部的分析要发挥优势强化弱势 那么我怎么来进行优势劣势呢 通常我们有四个比较相关联的因素 就是效率品质创新还有顾客回应 如果我能够掌握这四个因素的话 表示我比我的竞争对手有更多的优势 否则我就是有弱势我就不容易成功了 首先叫效率什么是效率 效率就是产出跟投入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产出除以投入也就是生产力 好企业投入的这个资源有劳力 man 资金 money 机器 machine 物料 material管理 management 所以通常叫做5M 那产出呢就是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或劳务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品质 品质就是我所提供的东西功能好不好 效用好不好 如果我能够提供高品质高服务 那这样子通常能够为我创造比较好的商誉 第三个关键因素叫创新了 创新就是一种技术突破 也就是我为企业带来一个独特性 这个独特性异于让我跟我的对手很不一样 帮我带来不管是产品的创新或制成的创新 让我从这个默默无闻到非常的先进 第四个是顾客的回应 也就是我所提供的东西都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 或者是我能针对顾客的特殊需求来满足它 OK 这个就是顾客的回应 好 接下来就是外部环境的分析了 外部环境其实我们说产业是一群的企业 这个企业其实彼此之间有一些的替代性 如果替代性很高的话 那很可能我就很容易被别人给替代了 我就不能够获利了 所以波特大师 策略大师他就提出了一个 我如何来分析这个外部环境呢 他说你要有五力 五力的英文叫做five forces 五个力道 如果我这五力当中我都很有力的话 我就能够make profit 就有利润了 好 拿五个力道就是五个垢面 第一个就是现存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如果现在跟我头对头竞争的对手呢 是一个也蛮有利的 那当然我就面临了什么 威胁了 因为我的获利能力就受到威胁了 反过来说 如果现在没有人跟我头对头竞争 我就握有机会 第二个叫做替代品 替代品呢 如果替代品的替代性很强 那我就不敢随便提高价格 我的利润就受到威胁了 如果呢 没有替代品 或者是替代品的替代性很弱 那我就有获利的机会了 好 第三个是潜在的竞争者 潜在的竞争者呢 表示他现在并没有跟我头对头 在同一个产业竞争 可是如果要的话 其实他很容易进到这个产业来 好 所以呢 现存的竞争者呢 我可以看得到 潜在的竞争者呢 我看不到 所以很多的企业就尝试要阻碍 潜在竞争者的进入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用进入门槛了 所谓的进入门槛就是 可能是很高的资金 很优越的技术 所以如果呢 要进来的企业呢 很多表示进入门槛很低 那表示我就面临到威胁了 反过来说 如果门槛很高 企业呢 不容易好不好就进来 所以呢 我就可以坐享其成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产业了 我就握有机会了 可以赚取利润 好 第四个叫做购买者的溢价能力 如果呢 购买者有很强的能力 那么他同时呢 会要求要提高品质 降低价格 那我的营运成本跟利润 就受到了威胁 反过来说 如果购买者的溢价能力是很低的 所以呢 他们不容易呢好不好呢 就叫我降低价格 那么我就能够握有机会赚取利润 除了购买者的溢价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供应商的溢价能力了 因为供应商要提供我原物料 所以呢 如果这供应商呢 他跟我说 他要抬高物料的成本 或者是品质有一些变动的话 那当然 我就面临提高成本 跟降低获利能力的威胁了 相反的 弱的供应商的溢价能力 让我呢 反而我有机会了 好 这个就是武力分析 所以藉由SWAT分析 企业可以了解自己的优势 弱势 机会跟威胁 发挥弱势 强化 发挥优势 强化弱势 把握机会 躲避威胁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